你好,我是千云 之前推荐过《被讨厌的勇气》 这是一本关于阿德勒心理学的书籍 今天要说的书《被拒绝的勇气》 一样也是日本哲学家《案件一郎》的作品 《案件一郎》利用阿德勒心理学的教导 同时一些论点也引用了哲学家三木青 在人生论笔记的一些概念 来解答人们的咨询 关于他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这些问题也许我们也似曾相似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正在面对 或有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 这本书《被拒绝的勇气》 其实说的是人们如何获得幸福 但幸福又是什么呢? 幸福就是能够拒绝别人的期待 确认自己的价值 只有当人感到自己有价值 才懂得爱自己 才会产生自信 才会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一切 这里说的获得幸福的勇气有两种 一种是直面客体的勇气 一些人在面对重大抉择时 例如要不要离职 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转换工作跑道 大学要念什么科系 都是习惯让别人来为自己做决定的 别人说经济不景气别离职 别人说30岁之前一定要结婚 别人说那条工作跑道并不适合你 别人说大学念这个科系以后工作好早 我们都是听别人说来满足社会的期待 满足父母师长们的期待 但我们很少真正去聆听自己真正的心意 自己心底的想法和感受 也因此我们常常才会对人生感到迷茫与困惑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我们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们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而已 因为没有直面自己客体的勇气 我们将一辈子都停滞不前 无法向前一步 永远活在一个 如果我去做我也可以 这样的一个虚假幻想理 却始终不敢按照自己的心意行动一次 另外一种获得幸福的勇气 是指进入人际关系的勇气 阿德勒说 所有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 一些人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挫折和摩擦后 会逐渐封锁自己的内心 逃避所有的人际关系 但作者说 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人不一定全都是喜欢我们的 也会有人讨厌你 会有人排斥你 甚至是背叛你 说你坏话 但这也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因此 在人际关系里受伤 是每个人都得面对的课题 所以 不要仅仅因为一段人际关系里的摩擦或受伤 就失去了进入其他人际关系里的勇气 因为活着的幸福和喜悦 往往是在人际关系里才能获得的 就算这段关系最后有可能是失败的 是破裂的 但起码你曾经体会过那段关系带给你的幸福与喜悦 现在拿出勇气放下这段关系就好 一个人如果一直封闭着自己 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回避所有的人际关系 那他将逐渐丢失自我价值感 因为这样的人是出于害怕自己被别人评价 而不敢面对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他的自我价值 必须是依靠外人的评价才建立起来的 但作者说 别人的评价也就是他们的评价而已 与你的自我价值是分开的 我们不需要由他人来确定我们的价值 不管他人是怎么看待你的 评价你的 你都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有价值的 要把评价与价值区分对待 自己的价值自己决定 这是人在成长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我们再次复习一下 想要获得幸福 就必须拥有两种勇气 一 直面客体的勇气 二 进入人际关系的勇气 刚才说了这么多的自我价值 那到底要怎样才知道自己的自我价值是什么 作者告诉我们 就是要丢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的我价值特别的强 好像这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必须以他为中心点 所有人都必须顺着他迁就着他 这样的人很少为别人付出 但却不断要求别人为他付出与牺牲 作者说这样的人是很不成熟的 因为他把别人的给予当作理所当然 因此这样的人往往无法找到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必须是当我们为别人做出贡献 当我们觉得自己对别人有用 才能找到自我价值 也才能因而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喜悦 这本书还附上一些作者对生活中面对困惑的人们提供的咨询 其中一项咨询来自一名32岁的公务员 这名女性对抚养孩子的问题感到非常担忧 他的大儿子即将进入托儿所 他当心孩子无法适应托儿所的环境 另外他还有一名还未出事的孩子 他也很担心自己日后是否有能力抚养孩子 每天这名女性都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中 于是他问作者到底要怎样才能让自己不一直去担忧这些事呢 作者告诉这名女性 第一,关于大儿子即将上托儿所的事 他必须试着相信自己孩子的能力 相信儿子有能力与其他同学和睦共处 他可以交代孩子有什么问题就寻求老师的帮助 并且让孩子知道 只要他们愿意寻求帮助 父母也会尽己所能相助 但是如果孩子并没有向父母求助 父母就必须让孩子自己学着去解决问题 独立是孩子的必修课 而处理好分离焦虑却是父母的必修课 这一点就说到了阿德勒心理学所提倡的课题分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需要去处理去学习 旁人都不该硬是插手别人的课题 那要如何才能决定这是属于谁的课题呢? 谁必须为这件事情承担后果 就是谁的课题 父母不应该过分干预孩子的课题 父母能做的不过是一个引导的角色 而不能什么都要控制 什么都要干涉 因为这必定会引起孩子的反感 导致家庭的不和睦 但同时父母也必须让孩子知道 只要他们愿意 父母随时都会给予帮助 家一直都是为他们敞开的 孩子在外必须经历一些失败与挫折 才能从中学会成长 也才有自主判断的能力 才不会逐渐长成了凡是必须依赖父母的巨婴 个性也才不会变得过分娇柔脆弱 其实说到课题分离 不只是父母与孩子之间 我们和别人的相处也一样 相信没有谁希望自己的事情一直被别人干涉 彼此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空间 才能长久的维持一段良好的关系 同样的 如果我们什么事都需要别人来为我们决定 我们也很难获得幸福 因为我们的自我价值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别人的想法之下的 如果本该是自己的课题 结果却随波逐流 依靠别人去做决定 那么无论长多少岁 也不能说心智成熟了 心智成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自己的课题自己做决定 第二作者也告诉这名女性 不要为将来的事情担忧 只有到了明天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因此只要过好今天就够了 既然生第一个孩子的难关都能度过 那生第二个孩子也会没问题 只要一直抱取着这样的想法 好好的度过今天就够了 别担心今天想今天的事即可 还有其他的人生解答例如 无缘无故被朋友疏远 怎么办 相亲很多次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怎么办 高三的孩子一直玩游戏不念书 怎么办 丈夫说想辞职 我很为难 怎么办 一直对工作提不起劲 怎么办 我在照顾生病的老母亲 哥哥什么都不做 却一直对我的照顾指手画脚 怎么办 我想离职转行 却害怕失去安定的生活 怎么办 这些问题和解答都写在了这本书里 我觉得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时 去读一读这些解答 也是作者在无形中回答了我们的疑惑吧 有时候我们需要比较有智慧的人 提供我们一些人生方向的指引 这种时候如果找错了人 很有可能反而会因为对方的话 而陷入更大的迷茫与困惑 如果你也正面对一些人生里的困惑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本书也许会给你一些答案 一个想要获得幸福的人 人生里不可能一点挫折都没有 只有当一个人经历过挫折 失败 彷徨 不安 人际关系的摩擦 即使这样 还是拥有面对人生的勇气 这个人才能了解 自己一直寻觅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由别人 来为你的人生定义 什么才是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很快见面啦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 好 谢谢